之前孙红雷早期跟演绎并不怎么沾边 孙红雷呢 跟我是老乡 哈尔滨人 而且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呢 是一届的同学 那个时候他家呀 非常非常困难 小时候他家呢 就等于是好几口子人呢 挤到一个二十多平米桶子头里边 吃点饭呢 说白了 有的时候对付点白菜什么的 还能算这伙食可以 想吃点肉都困难 在这样一个家庭长大的 我们在念高二的时候 孙红雷就不念了 家里太困难了 他干什么呢 孙红雷那是有天赋 现在这个年龄 在四十多岁的一些朋友 肯定还记得 八十年代 中后期那是 满大街都流行霹雳舞 戴着那种露手指的手套 跳那种 这边拧过来 这边拧过去 来回动那种霹雳舞 也叫太空步 跳那个 当时孙红雷跳那个 跳得非常好 乔哈尔滨那是搞了一个霹雳舞大赛 孙红雷得了个低 得低奖金不低 那个时候八六年 八百块奖金 不少了 可是他当时就想 我唱歌跳舞也不能干一辈子 后来他碰到了几个 生命里的贵人 有一位贵人 现在已经过世了 刘振华 后来出车祸死了 刘振华就说 你这么愿意唱歌跳舞 我建议你报考中央戏剧学院 我自己觉得他挺帅的 其实那当时就是 那种很偶像的观点来讲 他并不是属于那种非常漂亮的那种人 那考试的时候 因为比较胖嘛 后来我们几个老师说 你太胖了 我就说 那你胖了 你就不能要你 那老师这样 给我三个月的时间 我当时一定会受刑 明报上之后 他在中系学校里 宿舍住下来 每天天最热的时候 你都能看着 孙悟磊穿的种 把浑身沽的紧紧登登的减肥裤 在操场跑圈 然后回到屋里 只吃一点水果蔬菜 主食粮食一粒都不吃 完了晚上在走廊里 背台词念台词 他不少的同学都说 这中系来个疯子 他凭着这种毅力 最后呢 这个音乐班啊 总共来报名 这有将近七百多人 就录取一个 孙悟磊考上 所以你看 咱们说有志者 施敬诚 这个人呢 要对自个儿下不了狠心 一辈子没啥成就 所以说这个孙悟磊的成功啊 等于告诉我们 就是说 这个人要没有毅力 不对自个狠点 你成不了命 就这么着 孙悟磊考到了这个中系 然后呢 在中系学校里边呢 学各种各样的表演 哪块的班 他都去听去 最后呢 还杀进了化学界 演了不少话剧 那么他后来出道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还记得 海岩有部剧叫永不明目 他里边呢 演那个大毒枭 那个欧阳的保镖 叫建军 后来呢 也是因为看上欧阳兰了 然后在跟公安干警 对抗过程当中 被打死了 演这么一个配角 那么当时呢 他还处在呢 演艺事业的摸索状态当中 他在更多的演艺的这个 自己的技能呢 是来自话剧舞台 他真正一次转型呢 让他感觉到了影视表演 跟话剧的巨大不同呢 是张艺谋给他的这个机会 那个时候呢 张艺谋在拍我的父亲母亲 他的副导演呢 就向张艺谋推荐 中戏有个小伙子 这个角色跟你搭戏的 除了你是个职业演员 剩下都不是 木家就木家 村长就村长 农民就农民 这个戏演完了以后 大街上有人找你签名 就是你失败 不理想活不了 跟张艺谋合作呀 这我能长能的呀 就这么答应下来了 第一次投入 而且那时候 在话剧界大小时的话 已经有一些这个 成长的心理 那就张艺谋 永远是沉默的 又活得不行 还在演戏 这等于呢 是张艺谋教会的 孙红雷 哦 怎么 不演 所以这个戏 虽然没让孙红雷火 却给了孙红雷 一次非常宝贵的 培训节 那我们说呢 风水轮流转 十年之后啊 他跟张艺谋 再次合作 因为孙红雷 在所有导演里 他管张艺谋 单独叫老师 就认为张艺谋 教的很多东西 十年以后 这个三枪拍案惊喜 又找到了孙红雷 这时候孙红雷 就跟张艺谋说 我来拍没问题 但是呢 你得告诉告诉我 这十年间 因为十年前 最干净的我 你看着过 还不咋会演戏呢 我现在哪个地方 有涨气 你得再指导指导我 就这么着 孙红雷 带着这个目的呢 进了三江潘眼惊喜 剧组 这个剧组里边呢 因为他演这个角色呢 是个冷血杀手 张三 那么这个角色呢 张艺谋有意的 提升他的难度 比方说 这个人物就剩下 二十几个字的台词 要不是怕 观众认为 他是个哑巴 这台词都不要了 以后别再来后院找我了 我不想再见到你 嗯 心还挺细 这都把枪给我拿回来 他真正的成为一个 家喻户晓的明星呢 是从一部电视剧开始的 这部电视剧的名字叫征服 咱不少朋友都看到 高清舒导演的征服 开始的时候呢 高清舒就相中 让孙红雷演刘花强 这个黑社会角色 我们看刘花强是个什么人呢 滥杀无辜 心狠手辣 特别凶残 这样一黑水老大 可同时呢 他不是一个单调的人 他也有情有义 对自己爱的女人 对自己的女儿 情神义重的 甚至为了给女儿过生日 那咱们倒过来说 那不惜闯龙潭入虎穴 跟公安干净的时候 斗智斗勇的 快走 警察过去了 不然来不及了 快点 那么这个征服 他演这个反派 演得特别特别成功 孙红雷在整个拍摄的场面当中呢 有的说甚至凌驾于导演之上 他看着不顺眼 停停停 这戏不能这么严 得这样那样 片场有好多人也提意见 这小子太狂了 你把导演放在哪呢 高英说没事 这个人是个戏疯子 他就是为了戏 他不是为了突出他怎么样 所以孙红雷戏疯子戏痴这个名啊 在演艺圈传的是很狂的 到后来呢 香港的导演也看着他 大导演徐克派七战的时候 把他找了眼里边的大反派 风火连城 风火连城呢 是七战最大的敌人 以往这样的角色呢 没有演艺太成功了 只是把他那种残忍的 好伤害演出就得了 但是孙红雷没有简单处理的事情 他说我演坏人 我也得把他演成最好的坏人 今天中午之前 你不投降撤离天门屯的话 就别怪我不离情面哦 老叔 你以前很严肃的嘛 你怎么今天就开玩笑啊 我现在就答复你 中午之后 被什么狗屁七剑 我亲自消灭你们 把武装每一寸土地 我都给你铲平了 而且这里边 孙红雷的牺牲很大 在哪儿 风火连城跟真子丹 演的楚昭男之间 有一场对决的戏 打斗得非常精彩 可是孙红雷呢 没有任何武术基础 结果现场真子丹 误伤了孙红雷演的 他怎么孙红雷弄下了 所以这个戏啊 孙红雷是下了很大的力量 那么我们看前面他演的 这些恶霸呀 这些地痞黑社会的角色 孙红雷也渴望转型 这个转型是谁给他的 陈凯歌给他的 陈凯歌在拍《梅兰芳》的时候呢 想请孙红雷来演这邱如白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 说孙红雷怎么能演这个角色 不可能的 邱如白是知识分子 为艺术有执着的现身精神的 对京剧痴迷到一定程度 孙红雷能演料吗 他演黑社会呢 他跟所有的工作人员 主创部门说 说我觉得红雷会给我们 一个很大的惊喜 就这么的把本子呢 拿给这个孙红雷 当他看到邱如白那几句话 谁要是毁了梅兰芳的孤单 谁就毁了梅兰芳 谁就毁了中国京剧 这几句话把孙红雷打动 说我确实想演 这么一个特执着的人 晚华跟了我们这么多年 他心里的孤单一直都还在 直到他碰见你 可他的 所有 一切 都是从这份孤单里头出来的 谁要是毁了他这份孤单 谁就毁了梅兰芳 我们看邱如白是个什么角色 本来家世显赫 他本人也是高官得作 骏马得奇 可是呢 无意间看到了梅兰芳的演出 认可了梅兰芳的艺术 抛弃掉已有的一切东西 甚至把自己老娘都气死了 来捧梅兰芳 成就梅兰芳的艺术世界 而这个人物复杂在哪儿 他一方面成就梅兰芳 另一方面 他对梅兰芳的战友意义非常强 他可以说是梅兰芳的兄弟姐妹 也可以说是梅兰芳的父母 甚至可以说是梅兰芳的老婆 亲密爱人 别人要动梅兰芳的继承的东西 他绝对不允许 他要捍卫梅兰芳的同时 来捍卫自己的成就感和精神世界 所以这个人物非常富调 把握起来也比较难 尤其是老年的秋如白 潦倒之后这个戏 拍完了以后呢 陈凯阁在孙兰芳还没卸妆 说来来洪蕾过来 两个人就在拍戏片场 那个黑暗的角落里 一人抽一只颜 那天是拍了一个我老年的 我一气呵成就一个镜头拿下 不是份戏 贵妃醉酒那写的是 失了宠 伤了心的妃子 虽然伤了心 那也是体面的 高贵 演完了 凯阁就拉着我的手 很沉默 洪蕾 我们去吸一根烟吧 抽一根就完了 后来我们也值得潜伏 这是一个巨大成功